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主被儿子的天真给逗乐了 但是为了哄儿子睡觉 还是陪儿子躲在了被窝里 这个时候被窝里突然出现一个猙獰的怪物 直接把小被给带走了 等到男主反应过来的时候 怪物和小被已经消失了 只剩下窗台上的血迹 画面一转十年过去了 男主来到了一个灵媒的家里 男主比起十年前憔悴了很多 小美让男主喝下一碗草药 同时叮嘱男主 这种药的后果很强烈 不管男主看到什么都必须保持冷静 不要沉迷在梦境中 原来这是一种通灵草药 把它喝下去之后 就可以看到另一个世界的景象 十年前男主的儿子小被被抓走了 妻子因为接受不了这个打击 然后割碗自杀了 十年来男主日夜思念妻子和儿子 后来男主听说小美有这种草药 所以才来到这里 然后男主感觉自己胃里翻江倒海 然后就跑了出去 本来非常晴朗的天空也变得很阴沉 一个面无表情的小女孩出现在男主面前 让男主赶紧离开这里 还说这里不属于男主 紧接着男主就晕了过去 等到醒来的时候 男主发现自己在一辆面包车上 而且头上贴着各种测量仪器 旁边的几个人看到男主醒来之后都非常的激动 他们测量到男主有比常人更强烈的脑电波 男主并没有回答 再次来到了小美的家里 男主邀请小美参加他们的实验 原来男主是一个实验室的负责人 最近他们正在做一个实验 通过通灵草药 然后再用科学的仪器测量 鬼魂是否真的存在 小美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 就拒绝了男主的建议 男主有点失望 在无意中看到了小美桌子上的合影 上面的那个小女孩就是男主看到的那个 男主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小美 小美一下子就愣住了 这个女孩是她最疼爱的妹妹 和男主的儿子一样 妹妹是在十年前被抓走的 男主告诉小美 这个实验是由一个很有钱的慈善基金会捐助的 在实验结束后 小美会得到一笔不少的收入 为了得到妹妹的下落 也为了还清信用卡的贷款 小美最后答应了 男主和小美和实验室的人员 就来到了一个废弃的别墅 这里的原主人是一个话剧演员 自从住进来之后 就看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最后还是离开了这个地方 这里传说有鬼 所以再也没有人记住 之所以选择在这里做实验 是因为这里容易捕捉到一些灵异现象 而参加这次实验的除了男主和小美 还有大刘 大刘的弟弟小刘 还有助理小丽 还有监督整个实验的小王 大家休息了一夜第二天 实验开始了 小美按照传统的方法熬制草药 然后小丽负责提醇 制成等级量的注射液体 然后由少到多的注射到男主小美小刘的体内 大刘用仪器记录三个人注射的反应 同时在整栋房子里都安装了监控设施 在第一次注射后似乎并没有什么异常 但是晚上来临的时候 他们三个人好像感觉到了不一样 男主在后院看到了一个荡秋千的小女孩 男主过去一看小姑娘竟然消失了 小刘正在调试仓库的监控时 被一个一闪而过的黑影吓得摔倒了 三个人赶紧把这个经过告诉了大刘 而小王却感觉男主三个人在故弄玄虚 半夜大家各自回房睡觉 男主竟然又看到了戴面具的小姑娘 男主明白自己看到的是另一个世界 男主上前询问小姑娘 有没有看到过一个和她差不多大的男孩 小姑娘说不认识 很明显她在撒谎 之后小姑娘又跑了 还说怪物就在这个房子的周围 她盯着所有人 小美在洗漱的时候 看到了自己的妹妹一闪而过 第二天三个人注射了比前一天多一倍的药剂 这个时候外面就出现了异常 他们跑到仓库一看 小白鼠都已经被炸成了粉末 眼前的一幕把大家都吓坏了 而小王没有经历整个实验的过程 还以为大家在骗她 男主在房子外面走动 好像看到了什么动静 他走到废弃的游泳池旁边 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儿子 男主激动地跑了过去 可一个恐怖的怪物竟然从水池里爬了出来 把她的儿子带走了 男主找了半天 什么都没有找到 他沮丧地回到了卧室 这个时候男主已经分不清幻觉 还是现实 男主直接拿出了偷偷私藏的药剂 连着注射了好几针 男主想要一直生活在这个世界 这样自己就能见到儿子和妻子 哪怕自己知道这一切 都只是幻觉 小王一直感觉男主有问题 之后告诉大家 这栋房子不是话剧演员的 而是男主的 当年男主的儿子被怪物抓走 男主一直想要知道真相 他想要消灭怪物给儿子报仇 可小刘被怪物给杀了 之后所有的人都被怪物袭击了 就剩下小美和男主了 男主因为注射了过多的药剂死了 其他人看到的男主 其实是男主的灵魂 最后男主帮小美杀死了怪物 她去找自己的儿子和妻子了 好的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是男主帮小美杀死了不错 你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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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